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听大脑的指挥 能打出更好的节奏来 同时呢 我们也要训练我们自己的节拍当中的这种准确性 节拍器会帮助我们在一个音乐当中很准确很均匀地去打一首歌曲 那么我们要在这个里边来进行一些训练 让我们在打的时候能够很均匀很准确 这就是我们第一课的内容 跟准节拍的训练 在一个固定的节奏里 一拍可以被分成若干拍 对吧 一拍一个音符 也可以一拍两个音符 也可以一拍三个四个六个八个 都可以 都是在一拍当中可以分出来的音符 那么我们在打的时候 同样是这个一拍 你打两个音 打四个音 打六个音 打八个音 你能打得很均匀很准确吗 其实这是需要我们进行训练和练习的 那么首先呢 就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分拍 一拍 可以变成两个音 可以变成三个音 可以变成四个音 等等等等 那么最常用的就是 一二四六八 接下来我就在节拍器当中 为大家做一个演示 演示呢 就做完了 大家就发现 一定要跟着节拍去 均匀的去打 我平时训练的是用六十八十和一百 这三个速度来练习的 在咱们这个课程里 为了节省时间 我只给大家示范了一种速度 就是去了中间 用八十的速度 为大家进行的演示 那么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 不要着急 一定要从慢速开始准确的把每一个分拍打得很清楚 打得很准确 才能往后学习 如果大家打好了 打得很稳定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应用起来 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节奏里 可以把它应用到夹花里 那么我为大家接下来的演示呢 是从三连音开始演示 三连音 四连音 六连音 八连音 它们是应用在节奏形里 应用在夹花里 好 接下来来看我为大家的演示 三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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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发现 其实在应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是在基础片里的那个思路 我们通过换鼓 换到不同的鼓上 然后能打出不同的感觉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节奏来打 也可以把它当作架花来打 这就是我们这个基本的思路 那么大家在练习好以上的这些东西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来学习 我们来学习组合 其实呢 三连音 四连音 六连音 八连音 它们是可以 任意组合到一起的 我们不一定非得四拍全打三连音 四拍全打四连音 对吧 我们可以在这四拍里面呢 打不同的 比如说第一拍我打三连音 第二拍我打四连音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变成这种结果 如果三连音和六连音 联合到一起呢 就是这种感觉 就会是这种效果 那我把四连音和八连音 联合到一起呢 实际上这几种 大家可以任意的去组合 你可以三加四 三加六 三加八 四加六 四加八 六加八 都可以 然后我为他们这几种组合 进行了编号 给它编成了六个数字 这六个数字呢 你可以任意一起组合 比如说一和二的组合 那就是三加四和三加六 你就可以这样打 就是一加二的组合 你还可以说四加三 那二加五 你随便 那你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加手 你可以拿一副Program牌 把一到六这个数字抽出来 然后洗牌 洗牌之后 然后任意抽出两张 放出来 就可以变成一个组合 你可以这样去练 希望大家在这一部分 的时候呢 也好好练习 然后我们应用到下边 那么在下边呢 我是把这些东西 具体的又应用到了 节奏型和加花里 就让这些组合 节奏型可以组合 加花可以组合 组合到一起以后 大家会得到许多 你意想不到的节奏 你意想不到的加花 再通过换鼓 把这些三加四 四加六四加八 它们这些节奏放一起 然后再经过换鼓之后 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 节奏型和加花 那么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来演示 这几条练习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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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